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播放有水4904的G7F17C4AD6F21108EF7C36A3B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名称 我显现复制上帝之手进球 解说 这球进了 上帝就换人了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 W-Data Video Air Push Video K07674LJCIB-IMG-HTTP GTI-IN-NOOSE GTIMG.COM NOOSE RAP LS049982983596404800 DAP视频 凌晨C罗显现复制上帝之手进球 解说 这球进了 上帝就换人了 时长约35秒 腾讯体育8月26日迅速版 费罗和梅西分别代表各自球队出战役甲和西甲 巧合的是 这两大巨星先后在比赛中上演上帝之手 令人惊呼实在太神奇 众所周知 上帝之手来自1986年世界杯 阿根廷VS英格兰的四分之一决赛 因为双方持续没有进球 马拉多纳在下半场第六分钟翘起头球 并用手将皮球拨进英格兰大门 因为当时还没有VAR技术 裁判也没有看清 最终将此球判定有效 而在昨晚游文图辞VS拉奇奥的比赛中 首次在游文主场驻站的C罗 也是无比渴望攻进自己手立一甲进球 当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时 比赛仍是0比0 为此 游文队友在大禁区右路 接近45度传中时 埋伏在小境区边的C罗跳起针顶弹穴 没有碰到皮球 C27能伸出左手碰了一下皮球 不过 拉奇奥们将还是反应神勇的将皮球扑出底线 巧合的是 在几个小时后巴萨VS巴拉多利德的比赛中 梅西也神童不上演了类似的一幕 当时比赛已经进行到第39分钟 比分也还是0比0 当巴萨队友也从右路将皮球调入禁区的时候 梅西也跳起来针顶但同样够不着皮球 阿根廷球心本能伸出左手拉下皮球 但头却无意中再将皮球碰住底线 在对方后卫是一枚新手球犯规时 梅西也尴尬的举手 似乎再抱歉 C罗在这个夏天离开戏甲转头油文图丝 梅罗之中似乎不像以前那样直击了 但在昨晚 这两大巨型居然差不多同时上演上帝之手 让人叹为观止 而巧合的还有 这两名巨型昨晚的表现都不算好 梅西表现低迷下半场几乎消失 而C罗连续两场比赛难破球皇 还被一众一枚同时打低分 相比起当年 马拉多那上演上帝之手之后 马上轰进一历史迹进球为自己证明 很显然差了不少 不过 C罗梅西昨晚的上帝之手 都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进球 这是不幸还是幸运 也许梅罗自己心中都有真正的答案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